對台灣的司法正義戰出門 正式號召小草集結 在柯文哲遭激壓禁見後 民眾黨一早立刻召集黨公職 開擴大緊急會議 依舊認定是賴政府司法迫害 柯文哲主席那一雙 曾經救人無數的雙手 現在正被綠色的新黨國 靠上手銬 台灣民眾黨決議 全黨動員 全國開獎 這個禮拜天晚上六點半 在台北市浸南路群弦樓前面進行 不只號召台北小草 台中黨部也發動員令 北上聲援柯文哲 不過前一天柯文哲遭激壓 前的最後影片 似乎是希望支持者憋上街頭 其實你們照顧好自己 就是對我最好的幫忙 請大家認真過每天 快樂過每天 本來既有的工作之外 我們排定了全黨動員全國開獎的活動 澄清沒違背柯主席意志 不過日媒產經新聞報導 柯文哲這次遭羈押 讓堅稱他清白的民眾黨陷入全黨挺一人的空前危機 而柯文哲不在民眾黨也遭質疑群龍無首 是否推代理主席野獸主 每回記者會都占C位的黃國昌被特別點名 不會有代理黨主席的問題 可以負責任的跟大家報告 我們都是採取共識決 始終定調沒代理黨主席問題 柯文哲遭羈押民眾黨一聲令下 動員小草上街頭開獎 全黨挺一人正式向司法宣戰 三立新聞黃沈澎 那麼今天一台報導